当你只有72小时胶片,你会怎么做? 任务来得又急又狠,全公司都在看你怎么出招,压力瞬间飙到顶点。 就在琳达准备下班的时候,经过公司布告栏。 是她,看来,我有预感会再看到她出事。 小黛,你上次做的广告很棒,又快又好,成本又低,这次的新案子也交给你咯。 天啊,怎么又是我,上次只是临时帮忙,这次竟然公亲便是主。 新案子,护手霜,日系清新风,周五前要交出稿,现在只剩三天。 虽然有AI神助攻,但创意还是得自己想,影片要有质感,还是需要时间制作。 哎,谁叫我,需要这份薪水,只能为五斗米折腰了。 小黛打开ChatGPT,开始撰写广告企划,再依照这份广告企划生成所需相关素材的提示词,再依照这些提示词生成图片,以次交代完所有任务。 咦,怎么会这样,居然生成假的透明背景,还把我的额度用光光,只好先休息一下再来。 在一连串的错误与修正之后,小黛对于AI给的初稿很不满意,继续尝试给他一个专家角色,重新优化提示词,然后再按部就班的一个个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优化前后的提示词有什么差别呢? 优化后的提示词会用更确定,更专业的词汇来描述,缩小AI生成的范围,让结果更接近我们的理想画面。 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其他免费的AI生图工具效果如何,首先来到Rafael AI的网站。 这个平台目前完全免费,无线生成,串接的是网络讨论度很高的Flux 1.5模型。 界面简洁,操作直观,甚至不用登录就能直接开始。 只要输入提示词,选择图片的长宽臂,风格,色彩,灯光与构图,下方还可以输入反向提示词。 设定完成后点击生成,生成完毕再点选右下角下载保存。 这里要提醒一下,Rafael采取零数据保留政策,意思是你生成的图片不会被保存,记得自己马上下载备份。 另外他也支援以图生图功能,上传图片后选择图片的影响力,在比照刚刚的步骤,填入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结果如何呢?整体的光影效果不错,但还是出现两个致命问题,手指头常常变形或数量错误,人物的一致性无法维持。 再来看看另一个工具,Rafael。 操作方式也很简单,输入提示词,选择长宽笔与图片数量,按下生成即可。 结果怎么样?问题类似,虽然画面没感加,但仍然面临相同的致命缺陷。 不过这类工具还是很适合用来生成单独使用的静态图像。 像这张,氛围,光影与构图都表现得很漂亮,用来当插图,情境封面再适合不过。 分镜图片终于准备得差不多了,小袋总算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阶段,将这些图片转换成影片。 我的天啊,我居然忘记,手部问题,是AI的硬伤,居然接下这个案子,惨了,只好多测试几遍。 首先来到SOR,如果你是ChatGPT的付费用户,可以直接从这里登入使用SOR,没有生成次数限制。 不过目前一次只能上传一张图,必须等一个完成后才能上传下一个。 这次测试的结果如何?老实说,表现非常不稳定,都是灾难片。 之前做其他影片时,用SOR多是几次在剪接,还能剪出不错的效果。 但这次情况不同,几乎都是惊吓,没有惊喜。 接着我们来到Design。 它的前身是我们之前提过的Styler AI,现在发展得很完整,功能超齐全。 最大亮点是它支援图层功能,这在Adobe系列以外,几乎没有其他AI工具能做到。 我们今天先测试图片转影片功能。 其他功能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这里有多种模型可以选,每一款收费不同,只要依需求选择就好。 点数用完再加购,不必每项工具都订阅。 目前还看不出哪一款模型最强? 我的做法是,先用Clean 2.1,CP值最高,需要首尾帧功能时,就改用Clean 1.6,如果效果不理想,再换LumaRare,它虽然贵,但效果真的有差。 不过,也不是每个分镜都要用这么高阶的模型,是影片需求而定就好。 那为什么不选最便宜的One 2.1? 来,我们直接看一下One 2.1和Clean 2.1的差异。 另外,这次主题牵涉到手部动作,失败率特别高。 做到一半时,刚好当月点数用完,我们就顺势带大家看看其他AI工具。 首先是HELLO,界面简洁,操作直觉。 虽然运动幅度不大,但稳定性相对较高,也能选择不同运镜。 不过,它的变化性就比较少,不会有太多惊喜。 像这次影片的最后一幕,只需要稳定的运镜效果,用HELLO就刚刚好,没必要再花时间测试其他模型。 接着来看Pixverse。 它的自定选项更丰富,提示词,影片长度,解析度,长宽臂,运镜方式,风格转绘,甚至可以勾选自动生成音效与旁白,也支援前后真设定。 这次在制作时,AI一直无法正确模拟,拿起桌上护手霜,这个动作,我试着改用前后真来协助运算,结果还是不理想。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干,我们要懂得转弯。 我立刻回到ChatGPT,修改分镜构图,把画面改成,手拿着护手霜,准备涂抹的姿势,再将它手上的护手霜替换成我们的产品图,并附上一张理想的参考图,请ChatGPT根据这张,优化评口挤出的样子。 这样做的成功率就高很多,如果你已经有特定构图,也可以直接上传两张图,让AI把图一的护手双T换成图二,快速得到你想要的画面。 广告要在短时间内打动观众,旁白与音乐的搭配就非常关键,尤其是语气与节奏,会直接影响整体氛围。 目前支援调整语气与速度的AI语音工具,有几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是TTS Maker,简单易用,支援多种语言变化。 再来是微软家的两款工具,Azure与Clipchamp。Clipchamp是一款简易剪辑软体,可安装在电脑上使用,操作界面直觉,稳定性高。 而Azure是透过网页操作,可微调更多声音细节,但连线不稳时偶尔会卡顿。 不过要注意,微软支援的繁体中文声音目前只有三种,也无法选择语气。 如果你想要更多繁体中文声音选择,可以试试Google AI Studio的Native Speech Generation,目前是选项最丰富的,但它也有一个致命问题,因为它属于原声多模态模型,即使所有设定都相同,每次生成的声音还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异,而且无法指定语气与节奏。 这就像Stable Diffusion的手指头问题一样,是模型本身的硬伤,只能在基础模型上再加其他专门的模型去改善。 所以即便原声多模态很强大,可以一次产出影片加声音加嘴型同步,也不用急着翻山越岭去测试Vio 3,除非你的影片内容彼此没有关联,都是独立片段,就不受这个问题影响。 当然,也可以选择使用各家剪辑软体内建的语音功能,直接在软体中编辑旁白,画面不用切来切去。 至于Eleven Labs的表现,就留给大家自行去探索吧。 来看一下成果吧。 每天,我们都在对抗实践,但最先疲惫的,往往是双手。 一抹温柔,不只是护手,更是重新开始的仪式。 不是手变肝,是生活让人疲累。 而这一刻,她选择温柔以待。 Lumi润感护手霜,给肌肤纯粹的轻盈呵护,让生活不再粗糙。 真是太棒了,这根本是我梦想中的日系感风格。 这次,我真的有点小骄傲。 好喜欢这段画面,好有感觉。 那句Slogan太赞了,说出我的心底话,我都想买了。 这短短三十秒,还真不容易。 感谢你看到这里,送你一颗彩蛋。 如果整支影片都用Google的VIO2制作,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看成果吧。 每天,我们都在对抗时间,但最先疲惫的,往往是双手。 一抹温柔,不只是护手,更是重新开始的仪式。 不是手变肝,是生活让人疲累。 而这一刻,她选择温柔以待。 Lumi润感护手霜,给肌肤纯粹的轻盈呵护,让生活不再粗糙。 那要怎么使用呢? 只要来到Google AI Studio,选择Generate Media,VIO,然后上传图片,输入提示词,在右边设定影片数量,画面比例,影片长度,可以补上负向提示词,帮助排除不想要的内容,最后点击生成。 预览后没问题按这里下载到电脑,或直接存到Google云端硬碟。 注意,这里不会自动保存档案,只要跳离画面就全数消失,所以一定要记得先下载。 当然,这里只是实验室,免费使用的额度还是有限。 2025年的今天,生成影片不难,难的是,如何把AI素材剪成一不能打动人的好作品。 关键,还是在人的慧言与直觉。 那,提示词该怎么写? 欢迎来到人者妈妈AI小学堂,想快速上手各种AI工具吗? 最快的方法,就是从官网范例下手,直接在官网挑一张你喜欢的图片或影片,截取它的提示词,照着操作一次,亲手测试最有效。 接着,就像小学生学造句一样,根据范例逐步修改提示词,慢慢熟悉撰写逻辑,之后就能自由发挥,测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招适用于每一种AI工具。记住,是官网的范例,因为没有人比开发者更懂自己的产品特性。 画面很美,但AI感太重,能调整一下吗? 不是剪辑得很漂亮吗?到底是哪里露线了? 你觉得,这支广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在2025年的今天,你能接受用AI素材制作的广告吗? 会因为它是AI生成的,就影响你对产品的信任吗? 留言告诉我们,下一集,小代将带你一起思考,AI广告与观众信任感的关键差异。 你的留言,可能就是它找出问题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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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